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突发现场节目 今天我们要讨论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话题 唐纳德 特朗普在密歇根集会上公开表示 他想带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去看棒球比赛帮助他放松 特朗普不仅吹嘘他们之间的友谊 还提到他在任期间与金正恩相处得很好 这位前总统甚至说金正恩希望他回来 然而这一切的背景是根据人权观察的报告 朝鲜是世界上最压迫的国家之一 特朗普却赞扬了金正恩的领导能力 还表示只有在他担任总统的情况下 才能实现金正恩对朝鲜的伟大而美丽的愿景 不仅如此 特朗普与其他独裁者也有着亲密的交往 比如匈牙利的维克多 奥尔班和俄罗斯的弗拉基米尔普京 后者甚至在新闻发布会上得到了特朗普的公开支持 这些言论和行为引发了广泛的争议 特别是在他们的领导下 这些国家都实行了压制性政策 那么 特朗普的这些举动究竟是出于何种动机 他对这些独裁者的赞扬又会对国际局势带来什么影响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The Independent是一家以提供独立和无偏见新闻报道为使命的媒体 它致力于基于事实的报道监督权力 揭露真相 无论捐助金额多少 每一份贡献都对维持其独立性和公正性至关重要 近日 在密歇根州举行的一次集会上 前美国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透露了 他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之间的友谊 他表示曾有意带金正恩观看棒球比赛 帮助这位朝鲜领导人放松心情 特朗普自豪地谈到 他与金正恩的个人关系 并强调了这种友谊对于国际关系的积极影响 在集会上 特朗普回忆了 他在任期间与金正恩的互动 他认为与金正恩相处融洽是件好事 并提到曾对金正恩说 为什么不尝试做些别的事情呢 暗示金正恩不要专注于核武器的研发和制造 特朗普表示 他曾建议金正恩放松心情 冷静下来 并提议一起去看棒球比赛 甚至要教这位朝鲜领导人如何打棒球 并邀请他观看纽约洋机队的比赛 这并不是特朗普第一次表达对金正恩的友好态度 在威斯康星周密尔沃基的共和党全国家代表大会上 他也提出了类似的言论 并称金正恩希望他能重返总统岗位 特朗普坚信金正恩想念他 并希望他再次成为美国总统 特朗普在任期间 曾多次与金正恩进行面对面的会谈 甚至在2019年成为首位访问朝鲜的 在任美国总统 尽管朝鲜被人权观察等组织认为 是世界上最压迫的国家之一 金正恩的统治通过酷刑 处决 监禁 强迫失踪和强迫劳动 来维持恐惧的服从 但特朗普却公开赞扬了金正恩的领导能力 特朗普在2019年 曾在社交媒体上表示 他相信金正恩对朝鲜 有着伟大而美丽的愿景 而只有在他担任总统的情况下 美国才能帮助实现这一愿景 这一言论 在当时也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争议 不仅如此 特朗普与其他独裁者的交往 也颇具争议 他与匈牙利的极右翼统治者 维克多 奥尔班 有长期友谊 奥尔班在其之下的匈牙利 被自由之家评为部分自由 由于其反移民和反LGBTQ家政策 以及阻碍反对派团体 记者 大学和非政府组织的运作 匈牙利的民主状况 引发了广泛担忧 特朗普在密歇根集会上 还提到了奥尔班 并庆祝了自己 从这位威权领导者那里 获得的称赞 奥尔班曾在被问及 全球局势和战争时表示 让特朗普回来 一切都会结束 奥尔班认为 特朗普的回归将带来世界和平 并称他是自己的好朋友 两人在今年早些时候 与华盛顿特区会面时 奥尔班再次表达了 对特朗普的赞赏 此外 特朗普也多次公开表示 对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 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赞赏 最著名的一次 是在2018年的 赫尔辛基新闻发布会上 特朗普站在普京一边 而不是美国情报部门一边 这一举动 引发了广泛的批评和质疑 总体而言 特朗普的外交政策 和个人交往风格 一直破具争议 他在任期间 通过与一些独裁者建立个人友谊 试图以此缓和国际紧张局势 然而 这种方式是否有效 及其长期影响 仍然是一个备受讨论和质疑的话题 特朗普与金正恩的友谊 对奥尔班的赞扬 以及与普京和习近平的互动 确实让人们对传统的外交策略 和国际关系 有了新的思考 请大家继续收看 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唐纳德 特朗普与金正恩之间的互动 一直是国际政治的一大焦点 特朗普在其总统任期内 尤其是在2018年和2019年 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 进行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会谈 这些会谈 旨在缓解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 并推动无核化进程 特朗普在密歇根集会上表示 他希望带金正恩去看棒球比赛 以帮助他放松这种言论反映了 特朗普一贯以非传统方式 处理国际关系的风格 特朗普自称与金正恩有良好的个人关系 并认为这种友谊 有助于化解冲突和促进外交 这种非传统的外交方式 在特朗普与金正恩的互动中 曾多次出现 2018年6月 两人在新加坡举行了首次峰会 这是历史上首次有在任美国总统与朝鲜领导人会面 随后 两人在2019年2月于越南河内再次举行峰会 并在同年6月 特朗普成为首位踏上朝鲜土地的在任美国总统 然而 这种友谊和互动并未有效解决朝鲜的核武器问题 朝鲜在金正恩的领导下 仍然继续发展和测试核武器和弹道导弹 这使得国际社会对朝鲜的制裁依然存在 此外 特朗普对金正恩的赞扬也引发了一些争议 根据人权观察的报告 朝鲜是世界上最压迫的国家之一 金正恩政权被指控使用酷刑 处决 监禁 强迫失踪和强迫劳动来维持统治 这些人权问题 使得特朗普对金正恩的赞扬和友谊 显得尤为引人注目和争议 特朗普在其他场合 也曾对一些威权领导人表示赞赏 包括匈牙利总理维克多奥尔班和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 这些言论和行为让他在国内外受到不少批评 批评者认为他对威权主义和人权问题的态度过于宽容 总之特朗普对金正恩的友谊和邀请其观看棒球比赛的提议 展示了他非传统的外交风格和他在处理国际关系中的个人色彩 这种方式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和不同的观点 有人认为这种个人化的外交方式可能有助于解决长期存在的国际冲突 另一些人则担心这可能会削弱对人权和民主价值的坚持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各位观众 我们来看看特朗普的这个提议 带金正恩去看棒球比赛 这不仅仅是一个有趣的提议 更是一种创新的外交手段 历史上 许多重大国际问题的解决都是在非正式场合中达成的 比如冷战时期的乒乓外交 帮助打破了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僵局 为什么不能用棒球来缓和美朝关系呢 这是一个值得一试的轻松方式 楚天书 你这话说的好像特朗普带金正恩去看棒球比赛 就能解决朝鲜的核武器问题似的 这简直是天方夜谭 你知道吗 根据人权观察的报告 朝鲜的领导层并不是因为缺乏娱乐才压迫人民 金正恩的政权通过酷刑 处决等手段来维持他的统治 棒球比赛就能让他放下核武器 这也太天真了吧 要是这么简单 那我也可以带他去看美少女战事来促进性别平等呢 谢琪琪 不要这么激动 你提到的这些事实我们都不否认 但我们也不能忽视外交上的柔性手段 想想看 当年美国总统林肯说过 你不能用枪来赢得朋友 但你可以用棒球 好吧 这句话是我改编的 但道理是一样的 冷战时期 美苏之间也进行了多次体育交流 这对缓和紧张局势起到了积极作用 或许棒球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但它可以是一个开端 一个建立信任的契机 楚天书 你这种想法听起来很理想主义 但现实是 金正恩不是一个普通的棒球迷 他是一个冷血的独裁者 你真的相信他会因为看了场棒球比赛 忽然就转变成一个热爱和平的领导人吗 根据联合国的报告 朝鲜在金正恩的统治下 进行了多次不顾国际社会反对的核试验 特朗普这种友谊外交 无非是为他自己的政治形象服务 再说特朗普还跟奥尔班普京这些领导人称兄道弟 你觉得这是什么好兆头吗 这不过是独裁者俱乐部的聚会罢了 谢琪琪 我承认你的忧虑是有道理的 但我们不能否认一切可能的外交途径 你提到奥尔班和普京 这些确实是独裁领导人 但我们要看的是 美国能否通过这些个人关系 对他们施加正面的影响 特朗普在2019年成为第一个 踏上朝鲜领土的在任美国总统 这本身就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 我们应该鼓励这种创新的外交手段 而不是一味地否定 楚天书 你这种创新外交听起来真是充满想象力 但现实是残酷的 特朗普的这些友谊 不过是表面文章 实际上并没有带来实质性的改变 据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报告 朝鲜的核武器数量在他任内不减反增 这些所谓的友谊外交 最终不过是对独裁者的纵容 你真的相信 带经郑恩去看几场棒球比赛 就能让他放下屠刀 立地成佛吗 这就像相信猫和老鼠能成为好朋友一样荒诞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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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